看看新闻吧 心中的玫瑰是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场出品的故事片《泪痕》中的插曲 每个人心中都开着一朵玫瑰 也许是某个人 某件事 亦或是一个梦想 一种精神 无关具象或抽象 只要用生命去浇灌 用心灵去呼唤 寂寞时给予安慰 欢乐时给予光辉 不离不弃 只为生死相依 我觉得李古宜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女神的形象 现在特别地紧张 刚才彩排的时候就已经是很紧张了 我听过他唱的歌 他唱得非常好 声音有爆发力 接下来轮到我现在 到我这里一片空白 手和脚已经在发抖了 等一会儿就要上场了 真的是很紧张很紧张 我会努力地唱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张令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张瑜 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唱的歌曲是 李古宜老师的《心中的玫瑰》 我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然后到了韩国去发展 所以每一个春节我都不能跟自己的父母一起过 我觉得很遗憾 不过我觉得李古宜老师的歌曲 每一个春节都陪伴着我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您 在我心灵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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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着一朵玫瑰 开着一朵玫瑰 charisma 却宣收把归关该在北 啊 啊 玫瑰 我心中的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 永远 帮我伴随 在我忧伤的时日后 是你的给我安慰 在我欢乐的时日后 你是我生活中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 永远 把我伴随 在我忧伤的时日后 是你给我安慰 在我欢乐的时日后 你是我生活中玫瑰 是你生活中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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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